养虎皮兰呢 有一个秘诀啊 就是你买回家就把它忘了 虎皮兰呢 是一个出了名的懒人植物啊 认真做一个懒人 哎 少管它就能养好它 那虎皮兰呢 有三怕呀 把这三点避开了 不烂羹不黄叶 一盆养成好几盆 一怕水啊 它老家的话呢 是非洲的 又是浅根性植物 包括它叶片的话呢 又是这种又厚又肥的 里边储存里边的水分啊 和养分 是典型的耐旱性植物 所以说浇水的话 一定要宁肝勿湿啊 如果你把它养在室内的话呢 一两个月不浇水啊 都没事 那如果说你把它放在 通风比较好的室外 浇水频率可以稍微高一点点 那当然到了冬天的话呢 它就会休眠 这个时候一滴水都别浇 那第二点呢 就是怕冷 刚刚说过人老家的话呢 是非洲的啊 所以说的话呢 不怕热 怕冷 那冬天我们养护的话呢 一定要把它搬进室内 有条件的一个家庭的话呢 也可以去给它表面铺一些海绵啊 水苔啊 碳粒之类的 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 第三点呢 就是怕晒啊 它可以摆在任意的位置 可以是室内 也可以是室外 可以是阳光直射 也可以是散射光 只要强光 别暴晒啊 其他问题都不大 那最后 如果说你想让它 蹭蹭长侧眼 一盆变多盆 施肥的话 真的是必不可少的 咱可以用这种 淡里甲均衡的一个复合肥啊 每个月的话呢 给它来一手 你养个几年 你就是养虎皮兰大户了 好 好 感谢观看